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留学生抗议王毅出访 遭中共威胁 共激因逼近基隆 导弹部队警铃大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金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3月23日星期六 我们来看今日的新闻内容 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在脸书发文说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已进入危机状态 而且估计危机至少会持续30年 甚至50年 吴嘉隆稍早前曾总结说 中国经济有四大危机 包括房地产危机 失业危机 债务危机与通货紧缩危机 这四个危机每一个都是重量级的 而且是四个一起出现 作为出口导向的经济 中国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 订单在哪里 中国经济从头到尾其实就是这一个问题 3月22日 吴嘉隆在脸书发文表示 中共在20年前靠改革开放救了经济 中国经济之所以当时没有崩溃 关键因素不在于中国自己 而是美国全力支持改革开放 提供出口市场给中国 可中共没有理解这一点 或不原因承认这一点 要跟美国对抗 现在美国不再支持 中国的经济怎么能不崩溃 美国开始脱钩 把订单撤走 禁运敏感技术 然后中国就无法继续维持竞争力 无法保证就业及税收 现在中国的银行体系有大量不良资产 地方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 金融与财政压力正不断累积当中 吴嘉隆判断 中国会陷入失落的30年 甚至于失落的50年 从长期来看 中国经济有两个无法闪避的结构性危机 就是人口危机与信心危机 吴嘉隆说 在中共无法摆脱人口危机与信心危机的同时 台湾 日本 美国 走向长期上升的趋势 这一点已经具体表现在美日台的股市 目前恰好都在历史新高 而中港股市在挣扎和下探 他调侃 以台湾海峡为界的话 东边的台湾 日本 美国在上升 西边的中共 香港在下降 这也算是另一种东升西降吧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国际上以路线出续 有关中国经济陷入危机 甚至可能崩溃的讨论 美国之音形容说 中国经济是 亡羊已发生 补牢无希望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封面文章说 为什么中国经济问题不会得到解决 因为日益专制的政府正在做出各种糟糕的决策 奥广说 中国的经济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解体 中共武力犯台的时机受到关注 旅美中国时事评论人唐靖远对台湾央广分析说 中共党推习近平正在将中国带入战时体制 一旦习近平明确两大关键后 就是中共最可能攻台的时机点 最快可能是2028年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 20日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 中共从2020年以来 战斗机已增加400架以上 主力战舰增加20艘 弹道导弹和巡弋导弹数量倍增 所有指标显示 共军能够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 国际社会因此格外关注台海局势 唐靖远认为 习近平曾将并吞台湾写进中共十九大报告 习近平他现在是非常认真的 他在全力以赴的准备战争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肯定的事情 一点都不用怀疑 唐靖远分析中共近年来经济和军事路线 认为习近平刻印带领中国进入战时体制 这包括在中共全国人大上修订国务院组织法 从法律上降低国务院的位阶 就极有可能是基于台海战争的盘算 唐靖远说习近平这样做的目的是集中权力 可能是考虑到未来在台海南海需要应对一些复杂的局面 甚至是战争或武装冲突 因此预先准备 这种更进一步的集权其实就已经类似战时体制 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 唐靖远提到习近平近年不断开倒车朝毛泽东的方向走 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 就类似现在的朝鲜的先军政治 而任何国家一旦要进入战争状态 整体经济也势必走向计划经济 唐靖远说 毛时代喊得最强的口号就是 备战备荒 备战就是要强化军事上的训练 备荒说白了就是在经济上要收缩 不求经济发展 不求富裕 而是压缩到最底线 只要保持不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就行 习近平折腾中国经济 可以说有意识地在走类似备战备荒的道路 不过习近平也知道自己没有准备好 不仅军事上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还爆发火箭军贪腐案 唐靖远认为 火箭军窝案对习近平的打击是巨大的 这次两会中共与军方都公开提出 要打击虚假战斗力 这是头一次提出这种说法 证明这次军队大清洗 可能就发现这方面的问题 估计习近平必须一方面进行人事大调整 一方面再扩充军队的实力 把这个动作完成 估计至少也要好几年 唐靖远判断 等到习近平一来确认 整治完成火箭军贪腐问题 二来确信有能力阻止美国大规模参战时 中共就非常可能攻击台湾 较有可能的时间点是中共二十一大之后 2028年 2029年时 就在台湾首艘国造潜舰海昆号进行各项测试 并筹划在舰七艘潜舰 以强化台湾战斗力的背景下 台湾媒体引述退役杨六升中将 回顾李登辉总统认赏 台湾突破中共封锁 尝试发展潜舰的历史 报导指 李登辉时期 台湾曾接触过俄制击洛级潜舰 及俄国209潜舰等等 台湾国使馆去年6月 出版了《李登辉总统故救疗署访谈录》 其中 曾担任国安局中将特派员的杨六升谈到 台湾曾秘密与俄罗斯接触 杨六升任驻日武官时 与俄驻日首席武官结下良好关系 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 急着出售各种军事装备 杨六升奉李登辉之命 先后四五次到俄罗斯 看苏凯27战斗机 与俄制潜舰 杨六升透露 李登辉告诉他 这些往来说要保密 其实故意要让美国人知道 不过 俄制击落级潜舰虽然便宜 对台湾并不合适 因为装备后勤操作太困难 所有技术手册都是俄文 必须翻译 而且俄国潜舰是为深海设计 跟台湾海峡的环境不一样 而李登辉认为 虽然不买 但一定要认真做样子 后来中共看到台湾有意购买 就先买下这批潜舰 后来发现使用上有很多缺点 例如冷气不足 电池出状况等等 之后台湾一度考虑通过 印尼购买德国的209型潜舰 但是也没有成功 因为德国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 创流平台网飞自21日播出 改编自中国科幻小说三体的电视剧 其中重现中共文革批斗场景 引发热烈讨论 电视剧名字就叫三体 对原小说进行大幅度修改 将原本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移到伦敦 也抹去大量人物的中国背景 另一方面 网飞剧保持援助的安排 将文革批斗的画面 放在开场第一集 用约五分钟呈现文革期间 物理学家叶哲泰被红卫兵批斗 暴打致死的画面 叶哲泰的女儿 更在现场目睹一切 却无能为力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 对自由亚洲表示 经历过文革的人 大部分都还活着 国内也有不少 披露文革真相的作品 但近年都被封禁 表现文革的影视作品 就更稀少 年轻一代 完全不知道文化大革命 胡平说 网飞这个骗子 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片段 但对唤醒文革记忆 尤其让年轻人多少了解 窥视到文革的一部分真相 还是有帮助的 国际事务资深编辑唐浩对新唐人说 开场的文革批斗场面太写实了 揭露了中共用血腥暴力来迫害人民 还有制造集体恐惧来控制人民思想 这些场面让一些活在所谓爱国教育底下长大的年轻人接受不了 但这才是历史真相 三体小说的英译本一开头写着 在四十多天里 光是在北京就有1700多人在批斗会上被殴打致死 这些情节不是西方的造假抹黑 而是共产党迫害中国人民的真相 网飞版三体的监制 亚历山大吴也向纽约时报表示 他的家人经历过文革 也质疑当局为何要让百姓经历如此可怕的事情 在这部剧中 他把文革场景活生生地展现出来 中共外长王毅自20日起访问澳大利亚 连日有大批活动人士在澳洲联邦议会 及中共驻澳使馆前抗议 其中 中国留学生西尼维尼就因此参与这些活动受到威胁 在国内的家人移遭当局恐吓 西尼维尼在参加抗议集会前 在社媒发布海报 将王毅的外交战狼形象模拟成希特勒 指王毅是中共帮凶 呼吁民主国家不要为了经济利益与中共签订魔鬼契约 不久后西尼维尼就通过推特的私信 接多个不明人士发出的死亡威胁 甚至威胁他的家人 更有人公开西尼维尼的家庭背景 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 西尼维尼的父亲18日突然打电话给他 要求他不要参与任何活动 并要关闭社媒账号 19日清晨 西尼维尼再次接到父母的电话 说他发的信息会影响父母和亲属的工作等 西尼维尼下自由亚洲表示 他在西尼先后组织和参与抗议习近平 及声援白纸运动的活动 因此受到小粉红留学生的谩骂攻击 但这次不同 可能是中共有针对性的跨境镇压 西尼维尼说 这次我在推特上受到骚扰和大量的死亡威胁 例如让我终身残疾 一辈子活在痛苦之中等等 不得不怀疑是中共有组织进行的骚扰 西尼维尼还说 我爸妈连续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我爸念出的这些要求 像是机器人在读稿子 我很怀疑他们边上坐着国宝的人 中共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捏别人的软鞋 牵到无辜的父母及亲人 古代的土匪都知道祸不及家人 西尼维尼表示已做好心理准备 要用澳洲这个民主国家的法律 来应对中共骚扰和威胁 澳洲华人艺舰艺术家巴丢草 近期也接到大量的死亡威胁和骚扰信息 大量的水军账号似乎来自中共官方 中共在21日晚间出动战机与军舰一起进行所谓的联合战备警询 骚扰台湾 不寻常的是 其中有5架中共战机从北部逼进基隆 另有4架从西北逼进基隆 都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惊动台湾导弹部队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防部在24小时内 侦测到36架次中共军机遇6艘军舰 规模创下今年新高 军机类型覆盖苏凯30 运8及无人机等各型主辅战斗机 台湾北海岸天宫及爱国者导弹部队警铃大作 立刻启动警戒 以上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请您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